市民經常打開報紙 香港又排名第幾 又跌又升 那究竟應該注意什麼呢 最主要其實有四類排名的 有四類 第一類是集中講香港那個 經濟的自由度和競爭力 第二類就是講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這個經常都會看到 第三類就是講香港的大學的排名 因為我們香港的大學很威風的 很重要 第四類就是講香港的所謂信貸評級 這方面比較少市民會注意 新影片 香港熱廚房正經有味道 歡迎大家來到我 阿請舉例的香港熱廚房 憑酒江湖幾十年 憑經驗靠眼光 談政治講善事 為大家拋製正經大餐 香港經濟不好 但有一瓣就非常暢旺博 用當事人的話說 今年寫下歷史上精彩絕倫的一章 講的是香港賽馬會 7月14日 今年馬季殺科日 有三萬多馬迷爆滿全場 包括六千多匹來自內地的馬迷 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拍話 其精彩之處 非任何精心設計可以做到 賽馬會現在共有1200匹馬服役 本季獲得全球十三項頂尖一級賽的冠軍 還有四匹糧區 進入全球十五大賽名區的排名 從接受五個三十二匹糧區 強勁挑戰的本地旗艦賽 七場中獲得六個錦標 今年更重要的是 在大灣區的松化新馬場 已經容納馬匹超過一千匹 其中有186匹 在當地備戰 然後在香港出賽 贏了243場頭馬 兩年後 松化將會舉辦國際水平賽詞 將世界級賽馬引進內地 本季賽馬會總投注額 達到1347億 比去年差些 不過香港成為舉世文明 最頂尖的賽馬品牌 就毫無疑問了 加上馬場 各種娛樂、餐飲、演出、派對等等 已經成為獨特的香港旅遊吸引力之一 本季入場的內地遊客 多不知 有將近十萬人 講香港馬照跑 就聽得多了 有無興趣去見識一下 電信詐騙槍決 我們人人都不勝其煩 不過原來傳統的詐騙套路 依然生存 警察最近偵破一宗以商會名義 為要捉中國夢為名的行見個案 這間公司 這個商會2021年在香港註冊 在上環有辦公室 名叫做全球華人企業家總商會 網頁上面大字標題寫著 開拓創新建設祖國 國家至上統一大業 還說 響應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全球華企 攜手足中國夢 這班人 不止一個 有五六個人 其中包括真正的會計師事務所 平日穿著華季 聲稱和內地關係密切 他們做多講座嘉年環論壇參觀等活動 還舉辦一帶一路融資中心交流會 此無此樣 聯絡專業人士和投資者 就說有一手消息 和內地政府申請到 所謂的深圳科技投資 有六百萬補貼本港 就洪遍科技公司和投資者 每人交六萬到二十五萬申請費 還要交十萬到四十萬入股費 很多家科技公司居然中招 估計損失加起來會有超過四百萬 目前案中六人以村謀詐騙罪名被捕 原來所謂的捉中國夢 是借中國發他們的騙財夢 進入二零二四年中 媒體報導了好不清這麼多 各種各樣國際排名 作為香港人自然關注香港其中的排名 高還是低 不過很多人既想看又不想看 因為名列前茅 大街固然威水 落在後面食塵就很沒有面目 就算升跌一兩個位 都會成為大新聞 況且有人立場之行 無論排名高或低都可以做文章 好友見到好消息 就說香港無敵 香港歸水 但消息不好 就說香港玩完國際金融中心為止等等 無日無知 香港人的玻璃心 實在頂不順這些直播 真是退逆休 進逆休 然後何時而落夜 各種國際排名各有背景 統計標準千差萬別 加上專業範圍大小不同 究竟有多少參考價值 影響力有多大呢 而香港人的玻璃心 還有沒有一天可以治癒呢 我們今天請來一位權威人士 老友記 前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馬時鏗 和我們分析介馬 有請馬時鏗 程兄你好 多謝邀請 多謝邀請 來你的熱廚房 喝杯茶 沒錯 沒錯 先喝茶 好 多謝 今天我們要和我講國際排名 現在花多眼亂 請馬兄弟老哥 可用你的權威角度看一下 究竟哪些是重要 哪些全面一點 因為那些統計 它本身的排名有先後 好嗎 你幫我們介紹 好 權威不敢說 因為這麼多年 在商界和政府 對這些所謂排名榜 都有些認知的 其實我覺得 你說得很對的 市民經常打開報紙 香港又排名第幾 又跌又升 究竟應該注意什麼呢 最主要 其實有四類排名 有四類 第一類是 集中講香港的 經濟的自由度 和競爭力 第二類就是講香港 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這個整天都會看到 第三類就是講香港的大學排名 因為我們香港的大學很威風 這個也很重要 很重要 第四類就是講香港的 所謂信太平級 這方面比較少市民會注意 但是那些四類對香港來說很重要 因為那個排名是影響 有些特別是外國人做生意也好 教育界也好 買我們債券的人也好 他怎麼看香港 所以排名是重要的 正如你那四類 反過來我覺得第四類 是不輕易改 就是我們不會經常見到 幾個月又改一次 剛剛順帶平級 不會輕易改 但那件事又相當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評級越高 你便越便宜 借錢 那我們全世界有三間評級機構 1個叫Sandard & Poor 1個叫Moodies 2個叫Fitch 3個評級機構 給香港所謂評級 就如你所指製 你不會經常見到 是會 GPU 才告訴你 但在財經界和市場是好的 变成韩朱表 是的 韩朱表 每一间都有自己不同的术语 普遍来说我们是高的 评级是高的 是AA加的 非常理想的 没什么变化 回到你刚才说的第一个 那个可能是最全面 亦都会跟第二第三重叠的 就是国际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 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 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 香港排名上升两位 在全球第五位 在2024年报四个竞争力因素中 香港在营商效率和基础建设的排名 明显上升 在全球前十名之内 政府效率排名名列全球前三名 经济表现的排名也大幅改善 反映2023年的经济复苏 此因素方面 香港在国际贸易和商业法规 排名全球第一 在税务政策 国际投资 基本基础设施 金融以及教育 都名列全球前五名 其实国际竞争力以前有两个机构是很权威的 一个就是叫做世界经济论坛 另外一个叫做IMD 这个是瑞士乐桑的管理学院 他出的报告很出名 最近我们香港排名第五 第五 他排六十几个国家 排第五 如果我没记错 新加坡 瑞士 爱尔兰丹麦就好像在我们前面 那个是很全面的 看我们基建 政府效率 营商环境 很多因素 加在一起 比如说金融中心地位 你说既交易量 还是IPO 还是计你的市值 如果市值 香港和新加坡 新加坡没得比 可能几分之一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那比什么呢 为什么新加坡 现在不是纽轮港 叫做纽轮波 为什么呢 陈卿 先去一步 说金融中心的排名 很奇怪 其实没什么人做 只有一个机构做 他出了这个指数 简称GFCI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Index 那这个GFCI 就说一百二十个国家 不是少的 一百二十个国家 那一向排名 都是美国 英国 香港 直到两三年前 香港就所谓输了给新加坡 但是输呢 我想说就是 它七百多分 很高分的 就是他们的分数 七百多分 我们输了一分 就是说我们输了个马毛 把屁都没输 输了条毛而已 即是足球现在的VAR 输逆脚指甲 真的 输很少而已 我同意你说法 我们的股票市场市值 是大它十倍 我们的财富管理 坦白说 跟它 就是大过它的应该 当然了看你怎样看这数字 应该大过它的 我们保险业肯定大过新加坡 很多倍 银行业都大过它 唯一有几方面是小过它的 包括外币的贸易 我们小过它 但就算你说财富管理 政府经常说 我们今年有多少百个家族 财富室 我经常说 快点说 你有总数多少才行 是 你总数 现在按照政府股票数字 有二千七百家 是 那你新加坡是一千四百家 所以你计算这数字才行 是 所以财富管理 我们绝对不会比新加坡 有时我客气点说它叮当码头 因为人家可能会追过来 你知道要小心 但无论怎样也好 金融中心的位置 很容易变 明年可能就变回纽伦港 刚才我提过四个指数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香港人我觉得予有荣言就是我们的大学 世界五十强大学里面 五百 不是 五十 我先说五十 五十 有三间是香港的大学 厉害 五百就不要说了 这是最更新的数字 最更新 五十间 最厉害的大学 我们有三间 我们一个地方挺小的 有三间 我们香港人应该很荣幸 而三间里面 当然有港大 有中文大学 加密科大 另外如果你用宽一点 一百强 我们有五间 你要加上理工大学 城市大学 如果要怎么计五百间 就七间 五百间 只剩下多 其他 差不多一间都进去 但是在五十强里面 还有些威胁 香港人应该知道 你知不知道 科大AI是排十名内的 很厉害的 AI 现在全球领先的 是的 十间就可以了 很厉害的大学才有 另外香港大学医学院 是排二十名内的 我们香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有这样的排名 这些排名 没有人争论的 也没有人说 哎呀 这个是 作出来的 没有的 因为是两个机构做的 一个是QS 一个是Times 两个都是受人尊重的 他们出来的数字 没有人争论 香港大学 可以的 硬来的 没有的 每个人都承认的 就是够权威 够权威的 所以你四个 四类 四类来看香港 香港其实都是做得很好的 除了这四项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排名 我们不可能一个个说 是的 但是跟正学有相关的 看看你怎样评论 现在有些最新的 就是说有两个 一个说 外来的管理人才 人工 香港就很高 排第三 人工高一定是好事 是的 外面的竞争力 你这么高的人工 也有人来 不就是好事 是否这样理解 也不是 人工高 应该这么说 也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指数 是吧 如果你去一个很穷的城市 比如你去这个 印度 你人工可能会低很多 对不对 你来香港人工一定是高 你生活指数高 全球最大财富管理机构之一的 瑞银 发布2024年 全球财富报告 香港以人工财富 58.2万美元 大概 约454万港元 居亚洲首位 名列全球大三 按年上升一位 以瑞士人工财富 70.96万美元 成为全球人均财富最高的地区 人均财富 香港人又很费很多 有58万美元 人均58万美元 我们这些香港人很有钱 就是400万 这个数据有没有意义 它有意义 但是与所谓GDP 与经济没有关系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不可以说没有关系 就是不同的概念 为什么不同的概念 很简单 因为财富的积序 很多因素 为什么香港财富积序这么好 其中我们的低税制 我们的低税制 每个人都在这边避税 我们又取消了避赚税 很多人都觉得香港是一个好地方 在这里 落脚 所以 你因为这样 你的财富积序就多 还有 那个财富积序是资产的升值 包括你楼也涨 好景时股票也涨 那你存的财富就多 但是并不代表你的生产力高 你要变成生产力高 我经常说 现在来政府高财通 很多人数人头就赢了 但是人头变成人财 还是要过程 你完全对 陈卿姐 所以我们要吸引一些人来 不只是来这里消费 而是来这里 创富 令到我们的生产力提高 因为你凡一个地方 你要它的生产力提升 要改善一个经济环境 其实 最重要是有两个 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年你记得吗 战后来到香港 很多上海的大亨 即是纺绩介油的市 就是令到香港成为一个 很出名的制造中心 但第二件事很重要 是资本 资金 你这两件事如果是可以结合到 而是运用得好的 那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上来的了 还有一个最有争议的 就是旅游排名 我看到有些香港排第五十六十 是不是有这些立场才行呢 这么说程卿 我想分享一个故事给你听 有一间杂志 子丹杜十几二十年前 很出名的 他排的酒店 有一间酒店 顾慧其名 整天都排第一个 我自己都住不少酒店 我又不觉得那间酒店 有多好 直到有一天 那间酒店 就聘请这一个杂志的老板 因为刚刚有个朋友认识 你是适逢期会 是适逢期会 吃一餐饭 我去到那间酒店 所以我觉得跟我平日去 完全不同 即是同一间酒店 哇 吃点东西 真的漂亮很多 接着服务 完全不同 好很多 我开始明白了 但是你的所谓排名 都会有一些主观因素 所以要小心一点 所以我自己对旅游的排名 就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 讲讲迷迷 我们对这些排名 又不需要太过紧张 有起有落 就是买股票 你不可以太紧张 但是你连续 连续滑落 就有些问题 是吧 香港人 我常常叫玻璃心 不会因为这件事 影响你自己对整件事的欢迎 还有我想要看大局 以我们这么小的地方 可以有这个排名 在世界上 就真的非常之 我觉得 应该是面上有缸的 就不应该说 我们输给谁输给谁 程兄我去打球 整天都输给人 不要紧 只要我打得好就行了 对不对 而且力求不一定要做到十项全能 不可能 你犯犯都不算实际 对 不算实际 总之你 第一 最重要是我们要自己尽力 自强不息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输给人 我们自己研究 为什么输 然后进步 比赛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只要明天 是的 好了 多谢Fred 和我们聊天 多谢 这些观众一定很多谢你 讲到有关香港的国际排名 我们必须留意一点 在更多的统计调查之中 一如刚才马士康所说 基本上香港排名都不低 就好像参加自行车竞赛一样 我们都是在第一领先群之中 就算不是前十名 都是在上游或前半版 我们当然不允许自己自满 但也不能要求我们做到 全球十项全能冠军 全力增先不在话下 暂时有起跌微调不足为过 要警惕的反应是 不可以出现接连降级 或者高速下滑 如果真的要整天和新加坡比的话 我个人认为 香港最落后的是危机意识 有些人批评香港人只会腾鸡 处境上 香港背靠祖国是最大的优势 但从心理上 亦都可以是变成我们最大的倚栏 人地新加坡 只认为是背水一战 我们就不可以变成自己是靠山躺平 玻璃心来自于缺乏自信 面对负面和还逆 还得还失 王王不可终日 我们不妨记分毛泽东的话 战略上藐视 战术上重视 如果战略都没有 有几好战术都没用 香港要争取战盖 绝对不能食尘 但也不可能做意大利总理的小孩 战盖 本来指的是导游 在街上带着观光客去游览的 那自然说的就是领先的意思 香港要领先 食尘就很形象了 跑步赛道站 前面的选手扬起了灰尘 你在后面落后 你只有西尘的二 意思就是落在人家后面 香港不能食尘 那么意大利总理的小孩 什么意思呢 本来广东话有一句 反反地就是样样都进攻 每一半都出事 但是香港再厉害 也不可能反反地 那怎么扯上意大利总理 还有个塞楼呢 意大利历史上最厉害的 总共当过五帝总理的 叫范范尼 广东话就变成一个谐音梗了 就是说你厉害呀 你好厉害 你是意大利总理 反反你的小孩 反反地 新加坡有危机港 为什么有人批评说 香港只会腾鸡 危机港和腾鸡有什么分别呢 前者可以激励出发奋斗 腾鸡只是腾来腾去 就是手忙脚乱 六神无阻 不知所措 说腾该是错的 应该是腾该 如果香港腾该 那么更不可能反反地 香港一定会地 广东话的地 是普通话里面 解决问题 直的意思 香港关键要触变不惊 眼关溜入耳径八方 阳长必短 那香港人不光一定会地 而且地不过六截 解决的比一根甘蔗 还要顺利 还要直 好 今天香港与书房 首席为止 欢迎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